那我们来看看简报11页这边 我们先从Google Earth的这个线上版 但是还是强调一下 它只能在Chrome上面使用 那这边我有一篇教学文章 你看它2017年就推出来了 所以你可以把这篇文章把它打开 其实刚刚你在用我们刚刚那个 缩时摄影的时候 大致上的操作你应该会的 只是我们刚刚是进入缩时摄影 那你可以把这个网页版的 你先把缩时摄影这边把它关闭 把它关闭 那你就会看到它原本的这个样子 就像你现在看到的这样 那你看我们左手边这个选单你按下去 你就可以看到它原本只有图示的地方 现在这边呢都会有就是中文的说明 这是第一个你可以从这边看 那再来就是在右下角这里 右下角位置 各位有没有感觉到右下角这个位置 跟什么很像 Google地图很像对不对 好那按这个当然就是取得你现在的地理资讯 就是你现在所在的位置 如果你不要你就不要让它看 然后你看这里是不是有2D 有3D 好那我们刚提过 你要转不同的倾斜角 就是滑鼠的滚轮 拖曳往上拖曳往下 好那另外你有看到有一个人对不对 刚刚我们有提过啊 这个接紧服务 就是你把它丢进去 好我要到极极这里来 你就把它丢到极极 它就自动进去了 Google地图就没有这么炫对不对 好你看 切进来了 好所以这个地方它就是从 Google地图那边学来的 其实都一样了 你看这样 真的跑到乡间小路了 这我也不知道在哪里 好 你就再按一下这边 它就回到 不对 这个是跑到Google地图去的有没有 好这里 把它关闭一下 好 所以你不要了 我们这个人 再点一下 它就复能了 太近了 好拉远一点 那么 你也可以从这边直接 直接转 这些都OK 好 大概大致上是 操作方式就像这样 那 右手边这里呢 右手边你来看一下 我已经跑到 那个 印尼那边去了 好 你看右上边 右上角它有三个点点 这边 你如果某一个地点你要跟别人分享 就跟那个Google地图一样 我可以直接分享这个页面 那它就把这个 变成一个短子 那就可以 分享出去 所以基本的使用 不会太难 不会太难 那 另外一个呢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看到在这边 我把左手边 因为主要功能都在左手边 你透过搜寻啊 这个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那旅行家这边就是一些 他所 应该说 他的一些旅行故事啦 包括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所谓的缩时摄影 你看还有3D建筑 事实上3D建筑也是Google Earth 一个 比较特殊的服务 因为 以前Google地图 也是没有3D建筑的 当初的3D建筑 主要是用在Google Earth 后来呢 有一部分呢就移到了现在的Google地图上 所以他上面 有帮你精选一些像自然的游戏的 接近服务啦 还有什么教育的 你都可以点进去那就可以去 看到 他里面的这些内容 你看这个 那个 在希腊的 罗马竞技场 所以 他可以像 那个叫做 也就是说 等一下 他这个 可以变得像我的地图这样子 就是变成一个旅游的一个 景点的规划 那你又可以加上自己的 一些内容 这个是 他的 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这边 刚刚是旅行家 那么 再来就是 专案 就是我刚讲的 你也可以制定 这个部分有点像 我们 Google地图 也有一个叫我的地图 你记不记得我刚 一开始有给大家 看那个叫做 我的 素文老师 研习的 这个地图 在这里 OK 上面 这个这个 好 这个是用Google地图做的 那我们Google Earth 一样可以做像这样子喔 你看这里有一个很特殊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北回归线 23.5度这边 但是我们很少去看到 地球上23.5度还有哪些国家 有没有 地球上的23.5度 这条画的好像怪怪的 好像画错了 应该要再上哪一点 应该要再上哪一点 不对 这不是 这是美洲的 在这边在这边 好转到 有有有对了 我想说奇怪为什么没有看到 好 有没有 你看 我们跟哪里 纬度是很接近的 像这边 好云南 有没有 我们在往印度喔 广州也跟我们差不多对不对 你看我们往印度这边 比较高纬度这里 孟加拉 那你看 再过来 沙地拉伯这边 有没有这些都是23.5度 所以以往我们很少会去看这里 我们跟巴哈马 还蛮接近的 所以跟墨西哥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些气候啊 事实上 我们在讲 这个地理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依据 那像这个呢 就是我从外部汇入 我们刚刚讲 Google地球很多来研究用 那这个就是从外部的 KML 这样的档案 把它汇进来的 所以如果我今天 在Google地图里面 地球 我有做了一个 我可以把它汇出 那我就可以在这上面 汇进来 汇进来之后 这个东西就变成我自己的专案 那你可以 你看在这边 他也可以再汇出 所以 在分享的时候 这样就很方便 这样了解吗 那到底说 这个 这个东西要怎么做 你可以看一下 在我的简报里面 这个是有人写好的 你看在简报的12页 有一个 叫做同纬度的 环绕非 应该是不是少 少一个字 环绕非兰产生器 这个呢 是在这边 有一个网页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网页打开 底下 真的没有错 环绕非兰产生器 好像这样子 那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网页上面 把你要的名称 金度跟纬度 然后你的倾斜角 还有你旋转的 方向 还有俯视的方向 是向北边看 还是向南边看 这个 你都可以给他 然后呢 按一下Create 就可以把这个KML 产生好了 你就可以汇到我们的 Google地球里面 不管是线上版 或是电脑版都可以 比如说你在这边你就可以自己打 那我可能要问一下大家 因为太久没上地理课了 金度纬度还知道吧 这个应该还清楚嘛 横的称为纬 直的称为金 对不对 所以我有帮各位找一下那个国中的 你家国中有交 国中有交金度 跟纬度 金度 你家零度你家 诶就是 经过那个 英国的 对不对 好 那 直的嘛 直的 叫做金 好 那横的 我们刚讲 北回归线23.5 直接 好就在这边 既然有北回就南回嘛 赤道就是 这个纬度就是零度 所以你要先知道 这个基本概念 如果 已经忘记国中交什么 诶这个影片打开 哈哈 12分钟可以马上复习一下 这台北库克云的 各位同学好 欢迎观看张老师 线上地理教室 这个我们就 这部影片 就让大家 再回味一下 如果你有需要的 稍微看一下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 金度跟纬度 填进去 那你这个名称填进去 那当你下载了 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想要找一个 从赤道 来看的 那我就 可以写中文了 赤道 好 赤道的话 我们就从 零度 好 他那个几度几度 你看一下 如果你对于几度几度 不是很了解的 在我的简报 12页的下面 我有一个那个Google 地图 经纬度的那个说明的连结 在这边 他的 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在下面这边 就是在下面这边 他会有这个 像这样去标示 因为我们 地图的那个坐标 GPS坐标 他是用 使劲位的 或者用度数 分数 秒数 跟时间不大一样 但是 这个你会常常看到 那如果说你 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 也没有关系 你就来这边 我看一下 我们 在这里 这样看不到 但是你可以把Google地图打开 我看一下 有有有 这里我开一个 我把它拉过来 好你看一下 你看 因为我明天要去这里嘛 所以我就点这个地方 我明天早上在这里出现 海山高中 那我要知道这个地点的 那个 GPS 的坐标 你就在这个地点上按滑鼠的右键 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有一个 那个纬度跟经度 我们在Google地图上那个 纬度是在前面 经度在后面 这样你就知道他的坐标了 这样了解吗 好所以 如果说你有哪一个点 你想要去看 那你就可以 从那个点 按滑鼠的右键 只是你用Google地图 你去找 那找到了按滑鼠的右键 你就可以看到他 这样有没有问题 所以刚刚那个同纬度的 在这里 你就可以看你要从 假设我是 纬度0 那我要金度 金度 好吧还是从台湾这边 121 那你可以有小数了 那你环市的 这个高度你要高一点 还是低一点 假设你要量 1500好了 1000 1.5 1.5 1000公里 好那要不要 0是正设 90就是 完全水平的 好 那 你看喔 他还有一个环绕的时间 有没有 环绕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希望他不要绕太快 你可以把这个时间拉长一点 比如说我要 120秒才绕完 OK 那我就按Create 有没有发现 在这边他就帮我们采生 刚刚提到的这个叫做KML 这样的地理资讯 那我们的档名 他已经帮我们记住了 有中文 好就把它存起来 所以我们先从这个 网页版的你去了解 喔原来 我可以这样汇进去 好来你看一下 在左边我们把它打开 这里有一个 我看一下 设定不用 到专案这里 应该是我的地标 对专案这里 然后呢你可以 这里我先回来 好 有没有新专案 你就可以从电脑 把你刚刚的KML汇进去 那当然如果你的 因为这边都会 要求你登录Google帐号 所以你也可以把你的KML 放在你的云端硬碟上 这样也OK 所以 我就从这里 找到我刚刚所汇出的档案 他就会帮我把 那一个 画好的 好再次到这里 OK 有你看 刺到的 有没有 这样就一圈了 那 这个 他有限化好的 那如果你需要他play一下 就点他 我看一下 DOT 我看一下 诶 他的play没有出现吗 有有有出来了 点两下 他就 依照你刚刚指定的速度 把这样子绕一圈 那当然其实 我刚刚的那个 地理位 就是那个 高度没有 没有射太高 所以 你会发现他就慢慢的 比较贴近地面的移动 这样应该有了解意思 所以 我会觉得说 其实用这种方式 我们要看同一个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 像交地理 我们可能会有就是 我在同一个维度 那可能 会有相同的东西 那也有可能有一些不同的 那我们用这样子去比较 就很方便 好 这个部分大家这样有没有问题 可以 平常应该 不太会去做这件事情嘛 因为你平常 如果你要自己去慢慢绕 虽然也可以啦 但是就是 有刚刚那个线标出来 你就比较清楚一点嘛 对不对 这个是 也算 蛮特殊的 那也利用这个机会让大家认识 什么是KML 那怎么样去做汇入跟汇出 好 那么 你了解这样概念之后啊 我们来看 在 在 刚刚这边我顺便补充一下 好 这里我先关掉 时间 我也把它关掉一下 那么这里啊 其实你看它有一个功能 就是要做简报用的 有没有 简报的 你看哦 这里有两个 1跟2 所以其实如果说你的地点 比如说我来找 这里 这里 好 那比如说你想要找那个 我们从101好了 不是 文具天堂 台北101 好 在这里 点进去 因为它的操作 就等同 就是我们讲的 Google地图 好 这里找到了对不对 就是这里 那现在这边啊 这个 景点 如果你觉得 嗯 我就是要 这里你可以直接新增到你的专案 有没有 新增 好 好 一个 然后呢 刚刚有同学说 那我的地标 有没有 你想要制定 这里 有这个选项 好 你看地标的颜色 你可以选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要长什么样子 这里也有 我去哪里了 来看一下 101 好 在这里 诶 被讲出了 哎呦 有没有 在这边 好 好 那你就可以像这样子 那你要不要取代这个都还好 然后下面这边 你有看到对不对 它的一些 经纬度的设定啊 你要不要自己调 然后这里有一个 这个 叫做什么 看一下 预设大小 这里 你看 这个就是 那个 地标的 大小 好 如果你觉得这样子 预设大小 不够大 你可以把它变特大 这个是标签的 在这边 这个 这个 应该拿过来一点 拿过来 好 然后上面这个名称 这里 你如果要取代这里 你就把它取代掉 你可以自己改 也可以上传照片 上传照片上去 那 好了 就OK 所以你现在是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景点的 在这里 台北101 那我们再去找 好 我还要去哪边玩 那你可以在这边 比如说我们要去雇工 OK 找一下 雇工 好 一样我就新增到我的专案里面去 好 现在呢 我就 两个的 对不对 我就有两个景点的 那你看一下简报 所谓的简报 他就会把你的景点 你看我现在有四个 好 前面两个那个是刚刚做那个 有没有 那个 环绕的 你看 这样有没有就做动画了 对不对 那你的角度 你可以自己调 我不见到这个角度 我可以是这个角度 这样你了解吧 好 在这边 像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 这里 先 把你的景点 先把它选好 点到他 点一下 好我们请他回来回来 OK 那我来编辑一下 换成这样 好 然后 故宫 所以他拿来做我们的那个 就是景点的部分 旅游的介绍其实很方便 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是一个导游或者你有规划活动 我可以把Google Earth 当作是一个可以客制化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 就是那个什么 那个工具 好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 简报 好在这边 诶 他角度没有办法变 好 然后右手边 你就会看到他在这边 因为我们现在是 知名景点 所以右上角这里 他就会有 相关的这些景点的资讯出来 那你也可以自己在 这个 景点上做描述 因为他这个上面的内容 这上面的这个内容 你也可以自己改 好自己去 取代 有没有 我要自己取代 你就可以自己写 写这些内容 那他这边呢 一样 你也可以有照片 所以像我刚刚在这里 我就可以 自己上传 你想要的照片 当作是你的这个景点的描述 或者是你要放影片 是不是都可以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客制化 就会比我 用Google地图的客制化 来的更多 这个是我们在 那个Google 20的线杖板 他可以做的 几个部分 那么 地图的样式那个就还好啦 你要不要显示什么边界啊 要不要开启3D的 要不要开启云层 这些你都可以自己决定 如果云层有开的话 在比较远的地方看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他会把 有 现在已经进来了 有没有 而且这个云层是及时的喔 他就不是那个过去的 对不对 这样就有云的动画进来了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这样子的 当然这个只有在比较高角度的 的时候才会看到 你靠近地面的时候那个就不会出现了 就没有 没有那么明显 这样OK 所以其实 Google20的线杖板 功能不多 但是 他最重要就是我一直在跟各位强调的 他可以桥接 桥接那个KML 当然你自己做的 像我们刚做的这些所谓的专案 假设你这样做好的 我也可以直接从这边怎么样 做一个汇出的动作 有没有是KML 所以你常常会看到这个啦 因为这个是一个 等于说有点像共同格式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好那这样各位对于我们 基本的 这个部分 线杖板Google20线杖板的操作有没有问题 没有 没有 好OK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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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